驾驶 机情 智能 战斗外观 酷炫内饰 想同时拥有这些很难吗 放在今天完全不是梦 而且这台车型它的价格还做得很实惠 那像这台长安UNI-V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来游版10.89到13.99万元的售价 1.5T版本最大马力188匹 最大扭矩300牛米 2.0T版本最大马力233匹 最大扭矩350牛米 再给你配上一系列的科技配置和高颜值的设计 这对于经济实力普遍不高的年轻人来说 真的是非常良心的 所以去年3月份长安UNI-V上市之后 它的销量是一路走高 那去年2022年长安UNI-V系列的销量是超过了20万辆 其中UNI-V就卖了大约10万辆 扛起了长安UNI-V系列的销量大量 不过今天这台UNI-V是有点不一样的 它是自电IDD版本 外观内饰就胡说了 那这台自电IDD版本除了内饰多了爱业陨石灰和电感科技栏的颜色之外 在设计方面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那长安的自电IDD混动系统呢 它采用的是P2加工方案 简单来说就是在它的蓝金A1 1.5T插混专用发动机和6档3D和变速箱之间加入了一台电机 那这套插混系统它相比其他品牌的插混系统的好处就是 不会有电一条龙没电一条虫 因为本身它的蓝金A1 1.5T混动专用发动机呢 最大马力就达到了170匹马力 最大扭矩是260牛米 动力是挺不错的 再加上电机的功率和扭矩 那现在这台长安UNI-V自电IDD版本 它的综合功率是达到了250千瓦 那换成成马力的话就是340匹马力 综合扭矩是达到了590牛米 而且打开它的Super Race赛道模式 6.5秒就可以完成百公里加速 那对于一台紧凑级轿车来说 这个动力储备是相当了得 那配备了长安自电IDD混动系统之后 除了动力更强劲之外 用车成本方面也会直线下降 因为它配备了18.4千瓦时的高技能PHEV电池 A1C纯电续航里程113公里 那这样的纯电续航里程表现 如果你单纯上下半代步的话 都可以把它单纯电车来使用 足够你开上好几天了 而且现在车子还有快充功能 充电功率超过25千瓦 半个小时就能把电量从30%充到80% 还有3.3千瓦的对外放电功率 那如果说你去户外录音的时候 这个功能就很有用 那如果说你把它单纯一台纯电车来使用的话 一个月下来其实电费也花不了多少钱 而且在它的AI智慧节能系统的管理下 它的ADC百公里油耗是0.8升 那亏电油耗也只有百公里4.2升 而且它的综合续航里程是达到了1100公里 那虽然说这台车还得加油 他们还是得给忠实化忠实油打工 但是钱包就不用给压倒的那么厉害了 而且一年下来其实也可以接受不少钱了 那这笔钱可以拿出来 就是去提升一下生活品质 好了 那现在咱们就把这台车给开起来 电口 再多了驱动电机 动力电池之后呢 那这台UNIV制电IDD版本 它的进度是达到了1680公斤 那比它的燃油版是重了175到280公斤的 那可能有人会有疑问啊 就是这台IDD版本更重的话 它开起来会不会就是感觉有点笨重呢 我个人的话其实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那虽然说制电IDD版本更重 但是它的综合马力达到了340匹 中和扭距590牛米 推重比是比它的1.5T和2.0T版本更大的 达到了20 推重比越大 那每一单位重量所能接收到的推动力就越多 行驶起来就更有力 而且它现在有了电机的加入 那电机呢 它是能够瞬间释放最大扭矩的 所以你会感觉这台车它的动力响应很快 像这样身踩一脚油闷 那电机和发动机一起提供驱动力 就这动力和加速的感觉 不用虚路面上大部分的车 如果说你喜欢周末和朋友跑一下山 那么这台车强劲的动力 绵密和连贯的动力输出 会让你跑起来更加轻松 而且你打开这个 Super Race赛脑模式 这台车就会释放它的全部动力 让你的朋友吃你的委屈去吧 UNI-V这台车本身它的底盘调教就比较运动 那致电IGT版本呢 当然也是这种调教风格 那虽然说它的车重更重了 但是它在过弯的时候 悬架依然能够提供很好的支撑性 因为它的减震性 横向稳定感等的部件 都是进行的重新的调教 那这方面我也是向长安的工程师求认过了 加上转向响应也迅速精准 刷着线性 那这台车开起来仍然是好玩的 不管是日常驾驶还是跑山公弯 都能给到不错的乐趣 因为因为在2022年上市 然后今年又推出了自电IDD版本 可以看出长安机车 加快了它要向电气化转型的进度 2023年1月 长安机车召开了全球伙伴大会 那会上长安汽车展现了加速电动电气化转型的战略决心 和分享了长安汽车未来发展的规划 那其中到2025年 长安品牌销售300万辆 新能源销售占比35% 到2030年 长安品牌销售400万辆 新能源销售占比60%以上 截然由把UNIV在2022年累计销量大约10万辆的成绩来看 那有了这个亮眼的成绩作为背书 我觉得如果这台UNIV制的IDD版本定价合理的话 它应该会给长安汽车的销量带来不错的增量 同时对于我们消费来说 也是多了一个好的产品可以选择